《戒得金刚纳诺阴神,坚固之列》是第32月 纳诺阴神月 《谨兴法诗说,深得坚固》 那,金刚 凡语 八折禄 翻成中国意思叫金刚 《三藏法书》里都说 金种罪纲固于金刚 也就是金书里面 我们中国人叫五金 金银铜铁锡 这五类 这里头最坚固的 称之为金刚 有大藏法术 《四十亿卷》里面 尤其是凡语 八折禄 华阴金刚 此宝处于金中 色如紫阴 被脸不消 至今至今至立 可疑 切语 是 所稀有 顾名为宝 底下 有个挂户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金刚石 俗称之为战士 俗称为战士 印度最大 那他西宝 所以称之为宝 有金刚之 金刚 俗称之 建民 大日经书 第一诀 发着逻辑式 金刚书 原为印度的兵器 秘宗一致 表 建立之之 这先把名词 搞清楚 搞明白 古印度 武器里面的一种 叫金刚书 金刚书 秘宗 用它来表智慧 坚固 猛利的智慧 大日经书 也有这个说法 发着路 如来金刚之印 用它来比喻 佛的智慧 究竟圆满 仁王金 念诵仪轨里面 也有 手指 金刚书 标 其正尺 犹如金刚 那么在佛门里面 金刚书的质料 有很多种 有用黄金做的 有银做的 有铜做的 有铁做的 有用石头做的 有用水晶做的 靠下 般若种 这也是很坚固的これ 它就硬度很大 无量种枝不同 现在在佛教里面多半都用了表法 代表智慧 下面说 帝师就是中国人讲玉皇大帝 佛门里面称的帝师天 是逃离天主 逃离天天王 那么他有这个武器 金刚所臣 又 致持 金刚所致力思 称为致金刚 我们简称为金刚 金刚者 皆师从力思 手持金刚术 应以等名 他手上拉着武器 是因此的名 我们称为护法神 那诺言 这都是凡语 凡语成 胜利 胜是殊胜 利 是有利 身体健康强健 那诺言 一位胜利 和监牢 有四亿 第一个 凡天王的一名 第二个 旧姆罗什达斯说的 天利斯 也是天的 护法神 明那道也 端正 蒙健也 你看 他这个 四个字的形容 端正 相貌张得好 蒙健 身体非常健康 有利 第三个 大日经书里头 比牛天 有众度便民 就是 纳诺言天的便民 是佛的化身 那么这是 四界 天里面 最高的 佛化身在那里 度化 四界天人 又密藏 集体 说 纳诺言天 三面 秦 黄色 右手 持论 陈 加能诺了 陈了 表 空心 他在空中 飞行 这也是一个 金刚神 第四个 涅槃经里所说的 纳诺言 此番金刚 乃十九 至金刚之一 金刚神 在这个 涅槃经里面 所有十九位 至金刚神 唯摩经上 耶稣 纳诺言 菩萨 古 祝金家 多为 众生 身心相义 身有 苦乐 心 比 忧喜 心有 忧喜 身有 损失 二 欢喜的时候 对身体健康 有一处 忧虑的时候 对身体健康 有伤害 发旧云 如来 身体无病 犹如心 这两句话 重要 身体无病 犹如心 心是 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 确实 广大 没有边际 身 能力 跟心力 相同 也如实 这很多人 不知道 密集 李斯金里 都说 如来之神 成 狗 所体 犹如 金刚 肯然 坚强 不可 破坏 那佛的身 身体的 筋固 强壮 是我们 是我们 无法想象的 也无法 形容它 阿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估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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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